甄嬛是如何成功营救锦西与苏培圣的 皇上又是如何一步步被说服的 看完这一段后 不得不服甄嬛的心计高超 从前面的剧情中 我们都知道 崔锦西为了能够让甄嬛反攻 最后选择与苏培圣对时 却不料一招被揭发 被打入了慎行司 而静妃与皇后联手后 甄嬛对此也一时束手无策 崔锦西和苏培圣被打入慎行司后 皇上这里有一个小插曲 在日常处理朝政的时候 他先是喝了一口茶 随即又吐了出来 便对小下子说 你见你师父当差也不是头一日了 怎么到了你自己就毛手毛脚起来了 朕喝的茶都是八分烫 这都晾成七分了 茶香都淡了 这个镜头很有意思 虽然皇上要求高 但这里多少显得有些苛刻 究其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皇上习惯了苏培圣的服饰 骤然换人不习惯而发火也是有的 另一方面也说明 苏培圣真的很会揣摩皇上心思 服饰得非常好 因此导演给到这个镜头的意思就是 皇上本意是不想惩罚苏培圣的 但也是不好拉下皇家的面子放过他们 所以当甄嬛去解救苏锦西和苏培圣时 其实也是皇上喜闻乐见的 因此甄嬛的行动到这几乎已经成功一半了 此时甄嬛健壮故意再添了一把火 一群好马也得有食徒的老马带着 然后接着说事 他先认错 把错误都归咎在自己身上 臣妾没有约束好工人 是臣妾的不是 先不说皇后的不是 也没有一开口就求皇上 而是先放低姿态 补教皇上为难 然后再卖惨 出了这样的事 臣妾心里是半点着陆也没有 锦西虽有错 可她毕竟服侍了臣妾这么多年了 臣妾是又生气又心疼 甄嬛怀着身孕 这里动之已情 皇上显然又动摇了几分 他也心疼甄嬛孕中忧思 皇上明白甄嬛的意思 他接着说 皇后的身子建好了 后宫的事就交由他看着 表示就这样的小事 他也无可奈何 后面称妾出殿 跟幻璧说 皇后有备而来 切切实实拿住了把柄 又有宫规压着 皇上也不能说什么 所以他这时候 不会一味地求皇上 而是转头去求了端妃 为什么是端妃呢 宫女太监对时 本不是什么大事 皇后有整治后宫风气的理由 皇上也可以大事化小 只是哪边面上 更说得过去罢了 所以称妾请端妃出面 劝回皇上 这件事说到底 只要给皇上足够的理由 皇上一发话 崔景熹和苏培圣都能获救 端妃与皇上在殿中对话 端妃说起典故 聊起存天理灭人欲 接着说 宫中也是如此啊 如果按照朱夫子所说 那么后妃怎么能够为皇上 绵延此事呢 所以啊 臣妾认为说这样话的人 必定是一个无情之人 与皇家的宽厚之德背道而驰 这里先埋下伏笔 看似在说典故 延伸了思考 却句句暗指皇后不宽厚 看似句句无关宫中事 实则句句指向宫中事 果然接着皇上就拿这事 问端妃的意思 端妃回答 这个回答很有水平 从辩证的角度去说 这本就不是什么大事 不说支持哪家 反而弱化对错的绝对对立关系 接着他表明自己的立场 他们并没有霍乱后宫 只是宫女太监们相互的慰藉罢了 小之以礼之后再动之以情 宫女太监本就可怜 也没做什么过分的事 不过就是互相搭个伴 如果非要苛责 岂非太过残忍 这里皇上动摇五六分了 皇上问 那你以为该如何处置为好 端妃紧接着说 不吃不拢 不做家翁 何况是宫女太监们 对食之事 皇上要是不信 到每个宫去查一下 保不定都有 这就把一件看起来 很过分的事 弱化为很普通 很寻常的事情 让皇后没有严惩的理由 若是严惩 那整个后宫都不得安宁 她接着说 皇上 那义国之君天下之王 责任之重大 何止是一个家翁 大可端出一副容忍之量来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小之以礼之后 再动之以情 戳了戳皇上的心窝子 这种长面的事 皇上没有理由不去做 接着她又说 勾起皇上对皇四的怜爱 这里皇上已经弄谣七八分了 等到第二天 甄嬛与皇上对话 说起端妃 端妃平时沉默寡言 偶尔说起几句倒是很 入情入礼 甄嬛睡不好 被皇上看到 她说 甄嬛入宫早 在臣妃身边侍奉时 常常会说起 淳源皇后 施惠上下的恩责 说句犯上貌美的话 若是今日淳源皇后还在 那锦妃与苏培盛之事 又会如何处置呢 甄嬛已经能够 非常熟练地利用淳源 把皇上带入一种 思念淳源的情绪中 让皇上想起淳源的人死 更进一步确定 要放过苏培盛 与崔锦妃的想法 然后甄嬛顺便 对比一下遗修 当今皇后 是淳源皇后的亲妹妹 彼此性情自然是一路的 皇后娘娘 虽说要以锦西 与苏培盛之事 惩戒后宫 大约 也不会真要了 他们的性命吧 何况皇上 宽人待下 想必皇后娘娘 绝不会与皇上 言行相悖 更不会与淳源皇后相悖 这里甄嬛完全 堵死了皇后的后路 皇后若是播放人 便是不仁慈 这与她多年的形象不符 当然也等不到皇后放人 到这儿 皇上就下定决心了 当即便放了崔锦西 与苏培盛 甄嬛和端妃这儿 打得完全是心理战 在这之后 很多次甄嬛都精准地 猜中了皇上的心思 懂得利用皇上的感情 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相比起离宫之前 一心以皇上为重的甄嬛 这时候的她 只有绝对的智力与冷漠 所以她占无不胜 皇后吃了一次瘪 这时候的皇后 还不知这样的甄嬛 最终会让她爬不起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